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的麻辣。 今天,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圣经。 请你, 像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马辣。 一段经文, 一篇灵修小品, 一篇信息, 一个祷告。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马辣, 陪伴你每日凌沙。 欢迎你收听《抗野马辣》这个节目。 今天的《抗野马辣》是 《凭你以行》。 在这一集, 我们先来默想以下的一段经文, 耶利米书18章1-6节, 以及和你分享一篇灵修作品。 耶利米书18章1-6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 你起来,下到遥障的家里去, 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遥障的家里去, 正如他转轮做器皿。 遥障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料, 他又用这泥令做别的器皿。 遥障看怎样好, 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啊, 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这遥障弄来吗? 以色列家啊, 泥在遥障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今天, 金句, 耶利米书十八章四节。 遥障看怎样好, 就怎样作。 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今天的《旷野玛拿》是 《凭你易行》, 和你分享一篇灵修的作品。 神要将祂的儿女 塑造成完美的形象。 祂要使我们得福, 叫我们成为有用的人。 祂就将我们放在转轮上, 使我们经受失恋。 可惜, 当祂愿意制成美丽坚固的器皿的时候, 留在祂手里的, 常常是一个做坏了的器皿。 这并不是祂的失败, 那是因为我们老我的意思, 阻挡着祂的工作。 虽然我们不成器, 但是神不会将我们抛弃, 而是重新将我们放在转轮上, 重新来过。 虽然第一次做不成祂所要做的, 但是祂仍然会用这一块泥, 另作其他的器皿。 祂看怎样好, 就怎样做。 神的愚绝总被人自卫, 神的软弱总被人强壮。 你的生命若果失败了, 要承认你的罪, 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神, 让神你作供, 求神为你做清洁的心, 重新塑造你, 正好像祂 再做雅各, 彼得, 约翰, 和马可一样。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对主说, 是, 这样在我们心灵的发展, 和进步上是无止境的。 泥土在遥障的手中, 应该保持孩童一般的可塑性, 让主随意的磨练和制造。 啊, 神圣奇妙的遥障, 我将自己的心灵献上, 求你用医治的手触摸我, 使你的美丽从我显现。 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明天, 我会和你分享一篇, 憑你意行的文章。 愿主向外, 尚尚与你同在。 良友电台原创节目《旷野玛拿》 作者, 孙大宗 粤月板播音《方外人》